哈啰各位听众 欢迎来到紫牙诗镜所 我是Sandra 山卓拉 你们今天过得如何呢 今天我想要跟各位 分享一本我很喜欢的绘本 那它是由 美国的一个皮特奥瓦德 还有乔里约翰所著作的 关于自我的绘本 你对自己好吗 你知道对自己好 是什么感觉吗 还有如果你没有对自己好 会发生什么事吗 好现在呢 我就跟你们分享这本书 希望呢 你们会喜欢这个故事 打开书的第一面 它说 哦你好啊 我刚刚救了这只猫 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是油凉蛋 非常非常完美的蛋 这是真的 我做过各种好事 我做过各种好事 像帮忙提东西 帮忙浇水 帮忙换轮胎 帮忙油漆房子 不管你需要什么帮忙 我都做得很好 我从出生开始 一直都很乖 从我年纪很小 还住在超市的时候也是 那里有十二颗蛋 我们一起住在回收蛋河里 爱美蛋 爱哭蛋 神奇蛋 臭脸蛋 冷酷蛋 害羞蛋 迷糊蛋 瞌睡蛋 耍宝蛋 顽皮蛋 和另外一颗顽皮蛋 其他的十一颗蛋都不守规矩 他们都不乖 他们不守规矩 他们不遵守睡觉的时间 他们只吃有加糖的麦片 他们乱发脾气 他们没有理由的就大哭 他们破坏东西 而且是故意的 这时候我会试着管他们 我叫他们 不要捣蛋了 叫他们安静 因为我是优良蛋 非常非常完美的蛋 但是没有人在乎 每天晚上我都累坏了 我的头好痛哦 一个命运般的早上 我发现蛋壳上出现的裂痕 到处都是 天哪 怎么会这样 医生说 这是我给自己的压力造成的 因为我要求 大家跟我一样 要做一颗优良蛋 我的头裂开了 真的 真的 有些事 得要改变 我受够了 我和爱美蛋 爱哭蛋 生气蛋 臭脸蛋 冷酷蛋 害羞蛋 迷糊蛋 瞌睡蛋 耍宝蛋 丰皮蛋 和另外一个 丰皮蛋 说 我要走了 我不能是坏蛋 我不能是坏蛋 只合理 唯一的优良蛋 我说 他们回答 好啦好啦好啦 好啦 那天晚上 我离开了 我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 从几个小时变成好几天 从好几天变成好几个礼拜 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我都是一个人 旅行中我在星空下 专心思考 我是谁 我需要什么 我散步 看书 在河里漂浮 写日记 我找到让自己静下心的时刻 我吸气 吐气 甚至开始画画 好 难得我有了自己的时间 猜猜看 什么事发生了 渐渐的 蛋壳上的裂痕 开始消失 我再也不会头痛了 我感觉找回自己了 所以 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要回家去找朋友 毕竟在外面也有点孤单 这次我知道可以怎么做了 我会试着不要担心太多 我对朋友好的时候 也会对自己好 就是这里 大家都很想我 我也很想他们 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哈啰 爱美蛋 你好 爱哭蛋 嘿 生气蛋 呦 抽脸蛋 最近好吗 冷哭蛋 阿罗哈 害羞蛋 嘿 糊涂蛋 嘿 磕碎蛋 午安 耍饱蛋 最近如何 顽皮蛋 过得好吗 另一个顽皮蛋 當然 每隔一阵子 就会有人捣蛋 但是 和以前 不一样了 我发现 虽然朋友不完美 但我也不需要表现完美 我可以放轻松 接受 没错 我们团圆了 我们是一盒完整的蛋 回家真好 不晓得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或许 小时候的你 或者是父母 会期望你要当一个听话的小孩 但是 听话的小孩 真的是比较好吗 你真的有找回真正的自己吗 你是否知道自己是谁 你是否知道自己要什么呢 如果这个问题 你没有办法回答的话 是不是每天都给自己一些时间 有属于自己的一个me time 当你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 你才会渐渐的去探索自己 发现自己 原来我是谁 原来我要什么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订阅 下次呢 我会再跟你们分享 我其他我喜欢的书 那也希望这个故事 对你们有帮助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